把30萬顆的這個貝殼串起來 透過導覽解說了解各個燈區的主要特色及代表的意涵 今年的2019台灣燈會在屏東多了許多創新設計 更被外媒讚譽史上最美燈會 除了打破傳統生效的主燈具委來付 更有台灣首次的intel無人機 燈光秀等展演 陸海空視覺饗宴開創了台灣燈會新高度 為此將主辦2021年台灣燈會的新竹市府團隊 特定南下屏東取經 其實我們在這幾天全國甚至於這個外媒 都可以看到我們台灣燈會的一個成果 那今天之間是抱著一個學習取經的一個精神 來到我們屏東縣 特別來為我們2021台灣燈會在新竹市 來做一個取經觀摩 由我們這個最帥的市長來帶隊來 我除了以地主振興歡迎我們林市長帶領所有的團隊 來到屏東跟我們一起互相交流 那當然最重要我們也要預祝2021新竹市林市長 所主辦的燈會也能夠成功 比我們更好 比我們更亮麗 雙方特別執政辦首禮 而新竹市長林之間也特別恭喜潘縣長率領的縣府團隊 對於2019台灣燈會的成功辦理表達敬佩之意 強調此次燈會不僅有傳統元素也有創新思維 更充滿屏東意向 相信市府團隊特地來取經必定有所收穫 當然我也要特別對於潘縣長所帶領的屏東縣政府的團隊 能夠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時間籌畫出這麼精彩 那麼令人感動的一個燈會 表示我的敬佩之意 今年的這個台灣燈會真的非常成功 不僅有這個傳統燈會的元素 更重要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創新的發想 潘縣長也不令分享籌辦燈會的甘苦 這一年時間縣府上下總動員 克服大鵬灣地形地貌交通接駁等問題 甚至到如何結合地景藝術神光科技等 花費不少心思 總是第一次主辦面對的挑戰很大 尤其在這個帶地完全要靠接駁 第二個在海域另外空域的部分上 再加上這個地方特殊的地景地貌 很多的地形的限制 沒有辦法像過去傳統在縣市裡面的 框一個幾十公頃的四四方方 這樣的一個地形去做規劃 完全要因地制宜 而且要融入在地元素 對我們而言 除了是這樣規劃設計 交通的挑戰以外 當然更重要是我們軟體的服務 所以這幾天我們一直在調整 2019台灣燈會開幕之機 每天入園人次不斷成新高 小港機場近日接駁人數爆量 許多海外來的遊客也增多 而潘縣總強調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幸福將會持續做調整 做好準備迎接全世界的遊客 屏東秀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 capacidad 。